金属线边的爪香技法 如何把这一颗没有洞的钩石 把它以爪香的内进攻的技法 帮覆起来 那我们要先来量一下 这颗石头的它的面宽到底有多大 所以我们就先取一段纸胶带 然后这样子把它绕一圈 我们只是要量这个边框 这个石头没有什么 这个胶带不会拿来用 这样子 整个包覆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 纸胶带的这个位置做记号 这刚才我们这样折了一下的那个地方做记号 再把它打开来 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 这个石头的这个整个宽度到底是多少 大概就是4.8公分左右 那因为我们要做四个爪子 所以我们大概就是会在那个 如果说这个总长是4.8公分 那它的中间的地方 这边就等于就是我要在分成如果说一颗石头这样子 那我要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做爪子 所以我大概就是4.8公分 我们要把它分成一二三四四个区 所以大概就是这个一区大概就是1.2公分 1.2公分 1.2公分 那我要由这个线的中间来做 所以这个是线的中心点 那我们线开始是直的 这个线的中心点往右0.6 往左0.6的地方 我们要做一个折角 做起来做一个爪 然后往在这个右侧的第一个爪过来 因为我们这个线折之后 它会有一点点的宽度 所以我就不能在1.2公分的地方 因为这个一区虽然是1.2 1.2 1.2 可是你要扣掉线的宽度 所以我们就内缩一点点 大概是这个爪子下来过来 大概是1.1公分 这个地方再做第三个爪子 然后左侧也一样是在1.1公分左右 再做第四个爪子 这样子 那我们就先取那个方线 我们要用方线来做编织 我们取方线25公分 四条 那我们这个线就是要先把它顺好 顺平这样子 四条线都要把它顺好 那如果你有凝容线工具 就用凝容线工具 如果没有就用手 把它顺好顺平这样子 有工具是比较方便一点点 那没有也是可以 不一定要就是一定要有这个工具 用手也是可以 那我们就是把这个线顺平一点点这样子 像这个有歪歪扭扭的 都要特别的注意 把它顺一下 那因为它是方线 所以我们要有 就是不同的面都要顺一下这样子 中间的地方 扫着它是平的 那我们在其中的一条的12.5公分左右 就一半的位置做个记号 然后这个中间的记号 往右0.6公分也做一个记号 往左也是0.6公分左右 这样我们就已经做了 就是中间点外面的两个要做爪转的位置 轮做记号 那我以各位有的工具来做示范 因为事实上我们是需要用一支就是小一点点的平口线 那我们各位都有尖嘴钳 那我们取尖嘴钳的一个 大概就是这个宽度 大概是零点这个这个宽度 这个的高度 就这个的高度 大概就是你看这个高度 大概就是零点二到零点三公分左右 比较进来的话 它就比较 你看这个尺 如果在这里的话 它这里的高度就大概有 就是零点三公分左右 那我们就是在这个 大概零点二公分左右的位置 做一个记号 像我这里已经有做记号 这个地方 大概就是零点三公分左右的高度 这个地方 那我等一下就放这个位置来走 线 我们已经有做记号了 那我现在要在这个 做记号的位置 刚才右手边有一个 左手边也有一个做记号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先折这个 就是要以这个 你尖嘴前做记号的位置 来夹这个线 来夹这个线 差不多这样 两个地方都要注意一下 就是 这个是我们线做记号的位置 然后尖嘴前做记号的位置 然后尖嘴前做记号的位置 贴进来 两个刚好是垂直点 这样子 先把这个线 这边是上面 上侧是短的 上侧是短的线 我先把线 往上折 然后都不要放开 将这个线 圆着这个尖嘴前 往下折 折下来 那它就会形成一个 就是 一个凸起来 然后再 就是 好像这样 摸着行 好 那这个地方 我们要把它 压平 因为我们刚才做记号的 那个位置 就等于是它的高度 爪子的高度 那这个 做的时候呢 要离开桌面 如果你贴着桌子的话 是没有办法做这个动作 好 所以我们就是要 用这个平口签 稍微把它 夹紧 把这个爪子 让它 夹紧一点点 那要注意这个高度 就是我们刚才 那个尖嘴前 做记号的 那个位置的高度 嗯 你开桌面 然后再把这个尾端 再折上来 它就会刚好是 就 你一定要离开桌面 才有办法做 好 那我们就 这样子 折好 那这是 右边的第一个 那左边的这个 也一样的做法 就是 夹住它 线要换一下方向 这里 夹在它的外侧 不是夹在它的内侧 夹在这个线的外侧 这个记号线的外侧 然后将这个线 往上折90公分 在圆着这个尖嘴前 它的外侧往下推 然后这个地方 再把它夹紧 那也是利用这个 我们尖嘴形 做位置的那个地方 它刚好就会是等高 然后再把这个底下 这条线 往上折起来 它基本上就会 一样高 两边就是会一样高 那我们 就是把它整理一下 像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 要在做第三个记号的时候 我们就在这个 右边的爪子 往外 1.1公分左右的位置 做记号 这个 右侧的这个 这个角 1.1公分的位置 做记号 那这边也一样 在左侧的角 下来1.1公分左右的位置 做记号 那以刚才的方法 再折这个 第三个跟第四个爪子 尖嘴前放在外侧 记号对记号 线往上折 遮九十度 再把它往下压 再把它往下压 这样就会有四个爪子 像这样子就是做了四个爪子之后 我们要稍微的整理一下 让它这个就是这个直角比较明显一点点 那如果你有这一支红色的就用这一支红色的来做 刚才做那个爪子的地方 会比较好做 那我们整理好之后呢 就要跟剩下的三条的这个方线一起把它编起来 这三条方线我们先把它整理好 让它就是肩膀靠肩膀这样子 三条线要先整理 那我们一样就是取这个中间点 三条线先对齐好 那取中间点十二点五公分左右 跟这个已经做爪子的这一条线 大概中间的位置把它放在一起 那如果你觉得这样子它比较容易跑掉 那我们稍微可以用这个纸胶带稍微固定一下 但这个不能固定很久 它会黏黏的 只要稍微就好 你要固定的方式是容易取下来 不要黏的好多圈 那等一下会很辛苦 稍微固定一下就好了 那我们由中间的地方开始来做固定 去这个半圆线 那半圆线有分圆的跟平的那一面 那我们取这个线的时候就要稍微检查一下 因为我们要往平的那一面折 只有一面是平的 那我们这一面是平的 我们就把它往上折45度角 这样子稍微往左内侧 那你折上来之后看到就是圆的 因为我们要平的那一面要跟线接触 可以就是说这个线这样子拿起来检查的时候 看一下 这是圆的 这一面是圆的 那我们就直接往下折 那我现在因为我要往右手边走 我要让这个折的就是靠在等于是 我要编的长的线再比较右侧一点点 那放进来之后开始绕 这个要拉紧 那我大概绕个两三圈之后 我可以把这个一开始的地方的线 再把它拉一下 让它紧一点点 然后再来压 那给各位的线不要剪断 因为我要我距离桌面比较近 所以我一定要把它剪短一点点 那各位就不要 直接一条线去编 那最好就是让它肩膀靠肩膀 比较漂亮 变个极端就要把它压一下 这样子 那现在的话 结束端跟起边的端都在同一侧 我要把它剪断 剪的时候稍微内缩一点点 不要让它拖出去 那现在再固定这个第二根 第一根第三中间 可以以一条线去 以一条线不要剪断下去 编才不会浪费掉 那要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起边要跟前一个同一侧 确定一下我们结束 上一个的第一个的结束 是在起边是在 要在背面 所以我们 开始的也是要在那一面 不要在不同的面 这样你等一下就会 不晓得要以哪一个当正面 哪一个当方便 按一下 primarily ESE 剪断 切 操 其实